各位观众朋友午安欢迎收看这节1400环宇整点新闻 我是林荣 先为开始先来看到呢 台湾人风路跑经常是开放报名就秒杀 中日有一场路跑活动 七千多人参加爆出主办单位因为纸杯不够 杯水供应不及呢 居然想出了恶心的方法 把已经使用过丢弃的纸杯重新捡起来 装水提供呢 给接下来经过供水站的跑者 承办的行销公司坦诚错误公开道歉 台北一名杜姓男子在大陆地区涉嫌假冒 电视公司高层邀约男模特儿拍摄广告 还提供高价报酬与免费的往返机票 来吸引模特儿前往外地拍摄 那在借故以吃饭试镜等理由 趁对方不注意时呢 在饮料里下药迷婚猥亵 其中一名模特儿因为药物过量不幸死亡 嫌犯落网时呢 气不成声频频道歉 但也换不回一条人命 持续带你来关注香港站中行动 昨天晚上传出港警 将会在金钟道再度的展开大规模的清场行动 听到消息的民众呢 并没有撤离 而是集体的往弯载的方向移动 大家是把手机亮出来 宛如一片光海高唱着 站中主题曲海阔天空 那就连原唱Beyond也到场深远 更有民众把香港特首梁正英呢 做成吸血鬼的模样 讽刺一味相当浓厚 好香港站中活动呢 今天进入了第三天了 时间来到中午天气热 加上部分的民众返回工作岗位跟学校 街头人潮呢是大幅的减少 但是仍有人持续坚持 有妈妈就带的就读中学的女儿 来上街头民主课 要为自己的权益据礼力争 我们透过怀宇新闻镜头 请记者陈亚渝 祝家松 带您掌握第一手观察 好站中行动呢 已经从港岛扩散到九龙 目前民众除了上街响应 罢工罢客也席据全港 站中发起人陈建民等人喊话 梁正英不下台 行动就不会停止 那明天10月1号是大陆国庆日 站中组织呢 可能会举办更大型的活动持续来抗议 香港特首梁正英 面对广大香港市民的诉求 先是温情喊话 但是呢 话锋一转 表示特首普选是人大的决定 即使民众用强益手段呢 人大也绝不会妥协 好香港民众战里 中环争取真普选行动 是持续进行 环宇新闻带您深入香港抗争现场 带您带来第一手消息 那其实香港战中行动呢 就跟台湾的318学运一样 街头抗争最缺的就是物资了 而香港人发挥互助的精神 设立了街头物资站 和大家分享像是口罩眼罩 退热贴等等的物资 同时也散播温暖化为支持的力量 香港战中事件 刚仅使用胡椒喷雾 对付香港民众引起批评 不过现在国民党立委 吴玉生也提案 建议台湾警方可以随身 携带辣椒喷雾 但吴玉生强调呢 自己的临时提案是两个星期前 而不是因为香港战中事件而提案 行政员长张仪华强调 警方目前警戒已足够 暂时不会考虑 欢迎大头条来关心 新北定院今天针对 北结杀人案的政杰 召开了第二次准备程序庭 包括了死者李翠云的家属 也到庭旁听 而这次出庭的政杰呢 态度一样是相当的冷静 几乎全交由律师代为发言 就连法官问说呢 有传唤你的父母 弟弟和同学的必要吗 政杰也是面无表情 另外来关心 明年元旦也有廉价了吗 由立委反映 由于明年1月1号 恰巧是星期四 中间多个星期五要上班上课 等于是坏了连休四天的扫确信 向行政局长张仪华提议 让民众呢弹性放假 再补班 虽然张仪华表示呢 还得再演绎 但是民众可是很开心 表示期待放假 北市府前顾问 吴牧川再被爆出争议 这次是无党籍的议员参选人 王毅凯和张嘉宜出面爆料 吴牧川常年打着连战办公室的身份 穿梭两岸与大陆官员聚餐 大辽两岸经贸 延然呢就是连战在大陆的白手套 年轻文办公室则是切割 吴牧川表示他是个招摇撞骗的人 而他本人则是一概否认 国家电影中心今天举办 杨文干导演纪念影展 今年8月1号病逝的杨文干 为台湾电影纪录片之父 也提拔过不少的资深演员导演 许多圈内的艺人 履行梁修生 柯俊雄以及八哥等人 今天也特地到场支持 其中柯俊雄谈到现今台湾的文化产业 除了感叹大不如前也语出重话 批评文化局执政者的末世 整天只知道政治斗争 先外放一下来看到今年的国庆烟火 在台中 业者纷纷抢供国庆商机 是推出万元国庆大餐 讲厨的是办过上百场总统府国宴的师傅 一共是十道菜色 把视觉和味觉享受发挥到极致 另外也有旋软餐厅业者 推出双十组合套餐 在25层楼高的绝佳视野 一边吃美食一边赏烟火 目前150个位置在当晚已经订满 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国宝肉行石 在29号展出完毕后 已经打包送往日本的途中了 10月6号起会在九州博物馆展出两个院 至于原本的展示柜 则是由三件白菜雕刻品来帮肉行石代班 包含原本的翠玉白菜 正是库公博物院第一次将白菜家族内的四件雕刻品 在同一个展示间里来见客 欢迎新据点好久没在台湾现身的林青霞 昨天晚间出席友人婚礼 虽然面对镜头不发雨但是不断的微笑致意 整场的婚宴仿佛是金马影后同学会 包括了张爱佳 徐峰和杨慧山等人也都是做上宾 难得席聚一堂四个小时的婚宴 这些中港台聚心也连番上阵K歌 不过讲到香港近期的占中行动 曾经常驻香港的资深制片里列 也特别为香港民众加油打起 好来关心韩国天团少女时代人气成员杰西卡 传出遭到被迫退团的消息 那杰西卡今天清晨在微博上爆料 表示自己被迫退团 她收到公司通知呢 以后少女时代只有八位成员 韩国媒体拍到少女时代团员搭机准备前往 大陆国真没有看到杰西卡现身 那目前杰西卡所属的SM娱乐公司呢 稍早也证实了杰西卡已经退团 广告好要带您关心香港战中国动凌晨 在旺角地区金船汽车冲撞事件 一辆黑色冰市车无预警的高速冲向马路上席地而坐的示威者 另外新北市淡水的中正动路二段 今天上午十点左右 一辆停在斜坡上的货车驾驶去送货 货车呢因为不明原因后退滑下 结果碾压过一名六十多岁的男子 我们先休息一下 更多的新闻内容 欢迎云报同时为您掌握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火星聚焦 今年夏天的天气真的是热爆了 都已经进入初秋九月 但是全台车站呢 却是屡屡撤出历史高温 像是高雄 桃园 新屋都飙到了将近38度 19号新竹更以38.8度创下今年的最高温 气象局解释 这是因为今年夏天 太平洋高压明显偏强之外 夏季颈风偏弱 导致水气少 日照多 海温也偏高 那另外今年入秋后 首到封面延迟至9月25号才报到 而且这部封面影响也有限 都导致气温居高不下 再来看到新东阳总经理 麦申阳家族位于桃园大园的组措 面临拆除命运 最高法院认为麦家族措占地数多人共有 却没有登记继承土地 后来被两名地主提告无权占地 那由于土地没有登记 也无法证明麦家为继承人 法院判决财无还地 可爱的水踏将面临没有家的危机 而外岛金门是全国唯一能见到野生水踏的地方 但金门县府要和财团在水踏主要栖息地 南举湖旁新建观光旅馆 上百位的民众到场抗议 旅馆未经还评就开工 但政府方面表示呢 长期监测这个新建地区根本没有水踏出没 另外来看到国防部募兵 现在脑筋是动到了房价高涨的民怨上 模仿美国军方新建大批20到30坪的宿舍 提供给支援一世官兵来申请 有家室的官兵可以席家贷券入住 在小资族买房困难的年代 希望能够提高从军的友因 繁华的大台北地区 暗藏许多不为人知的社会悲歌 新美是一对中年夫妻 丈夫罹患肝硬化第二期 太太不良于行 全家是仰赖低收入户补助 三餐全靠年幼的子女 每天从学校带营养午餐 勉强度日 孩子逗留卖场被远景发现 才知道这家的惨况 持续带您关心香港占中行动 目前人数逐渐增加 旺角一个晚上就涌入了超过8万人 也让街道挤得是水泄不通 无论是巴士进行车 通通得要绕道而行 民众唯一能搭的交通工具 就是地铁了 也因此地铁乘客比平常多了三倍 原本在维多利亚港 庆祝国庆的烟火秀 就因为交通瘫痪被迫取消 另外香港战中活动凌晨 在旺角地区 经传汽车冲撞事件 一辆黑色轿车无预警的高速冲向马路上席地而坐的示威者 造成民众惊慌逃散 混乱中还有人受伤 不过这个司机事后声称他是赶着要去找朋友 同时坚称他有用路权 示威的民众占领马路才是违法 另外财地消息来关心香港占领中环 对香港股市以及金融业造成冲击 昨天港股重挫449点是两个半月以来的新低 港元也一度大贬至18个月来低点 今天开盘后低开91点后 一路狂跌260点跌破23000点 直到截稿前恒生指数大跌310点 在香港也有24间的银行47个营业点 因为民众持续的在街头抗争而继续关闭 为了声援香港战中争取真普选行动 台湾大学社团联署展开行动 从北到南自发性串联 包括了联署拍片上网静坐等等 要把支持的声音传给香港民众 告诉他们并不孤单 昨天到了正式抽屑肥美的时刻 不过就台湾的大闸蟹进口业者爆料 被中国政府列为合格的水产集团 所生产的大闸蟹在海关一试验出禁药 而国内厂商从8月底就开始进货 估计有50公吨的大闸蟹 已经流入市面被吃下肚了 但食药署却跳针 推说复言前无法透露具体讯息 另外屏东县政府今天将搜水油的相关制品 运送到了焚化炉销毁 烈食油相关制品至砍顶焚化炉来进行销毁 同时食药署针对郭烈成搜水油的简报也出炉 里面不止酸价过高 重金属铜的含量也超标 同时间油里还有鸡和鱼的基因 等于是做成的猪油 里面的成分夹七夹八什么都有 非常感谢您收看这节的华语整点新闻 也祝您平安顺心 我是林依荣 我们稍后再会